世诗纪 第20章 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出来 从旦到别士巴,以及激烈地的众人 都在米斯巴、伊和华面前聚集起来如同一人 全民的领袖,就是以色列众之派的领袖 都站在神子民的会中 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人 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来 遍亚敏人听见了 以色列人说 这件恶事是怎样发生的,你们说吧 那立位人,就是被害的妇人的丈夫,回答说 我和我的妾到了遍亚敏的基比亚 要在那里住宿 基比亚人民起来攻击我 在夜间包围我住的房子攻击我 有意杀害我 他们把我的妾侮辱致死 我就把我的妾切成筷子 送到以色列的各地业 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极羞耻的恶事 以色列人啊 你们都要说出你们的意见 也要在这里提出你们的对策 于是众人都起来如同一人 说 我们当中谁都不回自己的帐篷 谁都不回自己的家 现在我们要这样对待基比亚人 我们要照着所抽的签上去攻打他们 我们要从以色列各支派中 每百人抽取十人 每千人抽取百人 每万人抽取千人 好为人民运送粮食 等他们到了遍亚敏的基比亚的时候 就可以照着他们 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一切羞耻的事 惩罚他们 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 如同一人聚集起来攻击纳城 以色列各支派打发人到遍亚敏的各家去 说 你们中间怎么发生了这样的恶事呢 现在 你们要把那些人 基比亚的无赖之徒交出来 我们好处死他们 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 只是遍亚敏人却不肯听从 他们的兄弟以色列人的话 遍亚敏人从各城出来聚集 往基比亚去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那时 遍亚敏人从各城里被数点的 共有二万六千拿刀的 另外 被数点的 还有基比亚的居民 共有七百精兵 在这些人中 还有七百精兵是善用左手的 各个都能用基贤抛食 毫法不差 除了遍亚敏人以外 以色列人被数点的 共有四十万拿刀的 各个都是战士 以色列人就起来 上伯特利去求问神 说 我们之中 谁应首先上去 与遍亚敏人交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应首先上去 以色列人早晨起来 对着基比亚安营 以色列人出来 要与遍亚敏人交战 以色列人在基比亚面前 列阵 等待他们 遍亚敏人从基比亚出来 那一天 十二万二千 以色列人倒地身亡 众民 就是以色列人 都奋勇起来 又在头一天 列阵的地方 列阵 事前 以色列人上 伯特利去 在耶和华面前 哀哭 直到晚上 然后 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再去 与我们的兄弟 遍亚敏人交战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说 你们可以上去 攻打他们 第二天 以色列人 就前去 攻打遍亚敏人 遍亚敏人 第二天 也从基比亚出来 迎战以色列人 又使一万八千 以色列人 倒地身亡 都是拿刀的 以色列众人 就是全体人民 又上到伯特利 坐在耶和华面前哀哭 那日 禁食 直到晚上 然后 在耶和华面前 献上 梵祭 和平安祭 那时 神的约会 在那里 那时 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 菲尼哈 势力 在约会前 供职 以色列人 求问耶和华 说 我们应再出去 与我们的兄弟 宾亚敏人交战呢 还是休战呢 耶和华说 你们应上去 因为 明天我必把他们 交在你们手中 以色列人 在基比亚四周 设下伏兵 第三天 以色列人 又上去攻打 变亚敏人 在基比亚前面列阵 像前两次一样 变亚敏人 也出来迎敌 他们被引出城外 在两条大路上 一条通往伯特利 一条通往基比亚 像前两次一样 动手杀敌 在田间 杀死以色列人 约有三十个 变亚敏人说 他们仍像前一次一样 败在我们面前了 以色列人却说 我们逃跑吧 引他们离开城市 出到大路上来 以色列众人 都从自己的地方起来 在巴利他玛列阵 以色列的伏兵 从基比亚西边 埋伏的地方 冲出来 全以色列中的精兵 有一万人前来攻打基比亚 战争非常激烈 变亚敏人还不知道灾祸快要 临到他们的身上了 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击败了变亚敏人 那天 以色列人消灭变亚敏人 共二万五千一百名 都是拿刀的 这样 变亚敏人就看出自己被击败了 原来以色列人 依靠在基比亚前面射下的伏兵 就对变亚敏人炸败 伏兵急忙冲入基比亚 用刀击杀了全城的人 以色列人与伏兵预先约定 就是从城里放火 以烟气上升为号 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撤退的时候 变亚敏人就动手杀人 自死以色列人约三十个 心里说 他们真的像头一次战争一样 在我们面前被击败了 当烟柱信号从城中上升的时候 变亚敏人就转身观看 只见全城烟火冲天 那时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 变亚敏人就非常惊慌 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身上了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 向旷野的路上逃走 战争却紧随着他们 那些从各城里出来的人 也在他们中间消灭他们 以色列人包围了变亚敏人 追赶他们 在他们歇息之地 直到基比亚对面日出之处 践踏他们 变亚敏人中倒闭的 共有一万八千人 全都是勇士 其余的人转身 向着旷野逃跑 到了临门的磐石那里 以色列人在大陆上 除灭了他们五千人 追赶他们直到基顿 又击杀了他们二千人 所以那一天 变亚敏人倒闭的 共有二万五千人 都是拿刀的 全部是勇士 剩下的六百人 转身 向着旷野逃跑 到了临门的磐石那里 就在临门的磐石那里 住了四个月 以色列人又回到 变亚敏人那里 把全城的人和牲畜 以及一切遇见的 都用刀杀进 又把他们碰见的 一切城市 放火烧毁了 谢谢大家